咱们上回书说到贺龙要想个好办法 在军队抵消掉林彪的影响力 就不能走突出政治这条路 那怎么办呢 不是正好来了个郭星福练兵法吗 望小了说 这是毛主席点过赞的 操办起来名正言顺 望大了说 台湾的中勇国军在对面虚晃一枪 就能熬趴下咱一军委副主席 这还了的吗 必须得整兵精武啊 再说了 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打铁还得自身硬 所以贺副主席就开始在军队 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比武运动 1964年4月在贺龙的主持下成立了大比武筹备委员会 继而下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年比武大会若干问题的规定 这么个文件 相当于一个动员令 全军上下开始分18个区 各区又分了若干小组 热热闹闹 捉盹 厮杀 大比武 到今天 都是被表彰 有积极影响力的一次军事运动 可在邱惠座回忆录 他作为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 说这个大比武弄虚作假 锦标主义挥霍浪费 比比皆是 用了军费5亿多元 最保守的估计啊 也是今天100多个亿人民币啊 当然了 中国人民是热爱党的 这种花钱理所应当 2015年咱们皇上阅兵 有台湾媒体估计 就花了这个数 100多个亿 买一个全国老百姓 山呼万岁 厉害了我的国 一点都不亏 而贺龙正是利用这样的手段 不仅要淡化军队里 突出政治的空气 更重要的是 要淡化林彪的影响力 在其中 整件事最令人感慨的 是罗瑞卿的改换门庭 向贺龙靠拢 甚至是变相的 向刘少奇靠拢 也可以理解啊 1964年 刘少奇从太子 向四皇帝冲击的 那一场四清运动 风起云涌 如火如荼啊 我以前在文化大革命 31那期里聊过 为了让江苏省在四清运动里 贯彻王光美桃源经验的精神 刘少奇能对着省委书记 江卫青 搂头盖脸的骂 而且在四清运动中 刘少奇就是组织 所谓贫下忠奴 夺基层干部的权 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 一曲同工 这时候风头正盛 续日东升的刘少奇 谁敢想 五年以后 他就是叛徒内奸公贼呢 谁又不想到太子爷身边 混一个前底旧臣的资格呢 罗瑞卿这一动念 对咱林总 明显就不像以前那么尊重了 在军委罗瑞卿冷临热鹤 也是想攀高枝 当然刘少奇对这种投靠 确实很鼓励啊 古人有所谓千金士骨 更何况罗瑞卿这么个炙手可热的 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 曾经啊 刘副主席在自己还是接班人的时候 大言不惭的说啊 我们国防部长的接班人 当然是罗瑞卿同志了 俩人就这么投桃报李 秘里调油 对于咱们林总 垂死病中惊作起 小丑竟是我自己啊 居然养了这么个白眼狼 不过现在的林总 从健康上到组织上 也只能像当年的宋江 在巡洋楼上提的那句反诗礼啊 恰如猛虎卧荒丘 欠服爪牙忍兽 继继续说贺龙啊 如果说四清运动和文革是鼓励下课上的逆袭 那大比武就是所谓择忧 不过具体谁是忧 自然由当时的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一言而诀 用大比武树立自己的个人权威 这个比林彪搞突出政治 用给毛泽东歌功颂德 来稳固自己地位的那一套组合权来说 活还是糙了 但胜在简单有效 如果林彪真的一病不起 或者刘少奇可以龙飞九五 他这招完全没有问题 可惜不幸啊 焉能逃得过毛泽东阅人无数 官人余威的发言 1964年6月 毛泽东、刘少奇、彭真、贺龙等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十三陵观看北京军区的大比武汇报演出 毛泽东照例要比其他人晚到一会儿 以显示其宝像庄严 在等候毛泽东的时候 贺龙跟刘少奇、彭真两位 当然还有罗瑞卿 那是挥斥方求谈笑风声 毛主席要不是晚到一会儿 都不一定能看得见 当时他心里就疑神疑鬼啊 你们呀怎么拴一块了 以至于这次表演结束 伟大领袖现场讲的话 逼逼俩多小时 说要警惕中国的贺鲁晓夫 这是说给谁听呢 同时啊 毛主席也指出 不要光看尖子啊 要看普及 这个倒是说的对 一个木桶的容积 不是看他最高的那块板 而是看最低的那块 贺龙呢 倒是知道打折随棍上 九月份就在军队内部传达 要用两年的时间 把尖子给普及了 这意思就是 大比武的后续 要至少坚持两年时间 他是想让比赛和训练长期化 当年叶剑英 把郭兴福练兵法 推荐给毛主席 是做了一篇文章的 里面写这个方法 把兵练的呀 思想红做风硬 技术间 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 毛主席在下面画了一道 说我感兴趣 这才有了 后来罗瑞卿如获至宝 问题是您演了半天 思想红到底表现在哪里呢 贺龙的初衷 就不是突出政治 他本来就是要用大比武 淡化林彪 那怎么可能按照林彪的老路走 但政治斗争肩不容发 这一点也恰恰让林彪抓住 在贺龙还茫茫然自以为得计的时候 乌漏偏遭连夜雨 又遇上一件窝心事 1964年11月 他陪着周恩来出访苏联 这时候苏联刚刚靠政变 端掉了贺鲁晓夫 人逢喜事精神爽 酒席宴上苏联的国防部长 马林诺夫斯基 跟贺龙说 咱们之间的友谊 就让他妈贺鲁晓夫和毛泽东 给破坏了啊 我们这边已经干掉了半小时 中国那边可就看你们的雷霆手段了 听完这个贺龙心说 我这耳朵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卫生的东西啊 怎么总能听见这种大逆不道的话 妈的他们国防部长就没一个好东西 彭德怀林彪 现在这苏联的马林诺夫斯基也是 还有后来的李尚福 各顶各的乱臣贼子啊 虽然贺龙第一时间向周恩来汇报 他们也迅速和苏联划清界限要求道歉 同时马上给国内的毛主席去电报报告 当时这事儿毛主席没说什么 但人家必须得想 贺龙啊 怎么他们不跟别人说就他们跟你说呀 是因为你长得歉吗 不是啊 是苏修都想用你做代理人呀 贺龙的这一桩桩一件件啊 林彪不出门也知天下事 于是在11月30号 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 林彪拖着病体 对大家说 1965年 还是要突出政治不能因为练兵比武影响到政治工作 之后用文件的形式请示毛主席伟大领袖批照此执行 这样贺龙预想中的用年年练兵提高自己威望这件事儿被林副主席一句话打回云形 大比武大练兵无击而终 为什么在国际形势如此波掘云轨的时候 毛泽东又敢于用突出政治影响练兵比武呢 因为1964年10月 中共在罗布泊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有了这个大杀器用王硕的话 以后共产党再怎么欺负中国老百姓 全世界也没人敢管了 同理 蒋总统反攻大陆的梦是真的只能随风而逝 林彪的讲话一公布 很多人才反应过来 贺龙所谓大练兵大比武和林彪的突出政治 竟然是在唱对台戏啊 可历史中啊 总是有聪明人 在邱惠座的回忆录里讲了这么一段 说他有一次找杨成武有事儿去的时候 当时的杨副总长正在吩咐秘书 说你跟张宗逊副总长说啊 我明儿有事儿 党委会请他主持 转过脸 杨成武跟邱惠座说现在开会 全是大比武的事儿 想用开党委会的办法把我给卷进去 做梦 我他妈才不上这个当呢 邱惠座说行啊 听说大比武盛况空前 你不掺和掺和 杨成武说比武也好 比文也好 我告诉你啊 好戏都在后面 哎 你老邱 也是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啊 你知道这个大比武什么时候林总同意过呢 杨成武这个时候脑子是真他们好使 一句话就给邱惠座答疑解惑了 以至于罗瑞卿被拿下以后 杨上将能升代总参谋长 还是1964年底啊 中央政治局召开各地方局领导在北京开会 毛主席兴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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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家主席不让我发言啊 你们眼里还有党纪国法吗 此时红太阳心中的熊熊怒火 可想而知 待到转过年 1965年初第三届人大换届 贺龙依然没有搞过正在养病的林彪 林总连任国防部长 还是那句话 万事皆有因果 毛泽东已经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了 贺龙罗瑞卿之流早早晚晚 瓮中之鳖 林彪对罗瑞卿的反复 和一直以来跟贺龙的举语 当然要借力打力 这年五月 林彪的爱将第一心腹刘亚楼去世 他不仅和林彪关系亲厚 跟罗瑞卿也算多年仆泽 据说刘亚楼死之前说过 看不到林彪和罗瑞卿之间的关系缓和 他上八宝山都不踏实 他真的一语成衬 确实死了 没得安生 后来在1965年底的上海会议上 叶群红口白牙的说 刘亚楼告他 罗瑞卿让刘亚楼带话 四点 一 人都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这是个客观现实 二 请业主任多保重林总的身体 三 请林总不要再干涉军队了 四 放手 让罗总长去干 刘亚楼死无对证 为了能造出证据来 据说啊 吴法县天天去刘亚楼家 跟刘亚楼夫人翟云英央个 让他作证 知道这些事 翟云英说 我他妈真的不知道啊 后来被磨得没办法 说没错啊 我们家老刘云死的时候 伸额四根指头 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关键是 人家宅女士身上 有一半鹅爹的基因 这对中共可是血脉压制 吴司令不容易啊 而林彪与罗瑞卿 失去了刘亚楼这个居中转环的人物 关系是每况愈下 在刘亚楼的追悼会上 是罗瑞卿念的道词 但是啊 根据林逗逗的回忆文章 在萧华控制的总政治部里 智丧委员会名单 竟然没有罗瑞卿的名字 总政治部福利处的干部 还以为上面排版出错了 报告上去 总政副主任袁子清却说 这事跟你们就没关系啊 你别管 所以啊 从1965年中开始 其实中央已经下决心了 到了1965年底 中央开会解决罗瑞卿 这其中的林林总总 我在讲罗瑞卿那几集里 已经说过了 就是文化大革命 10到13这几期 这儿不赘述 但其中有一个细节 我没说到 这个细节 恰恰说明了 毛泽东不仅仅要拿下一个罗瑞卿 而是要把以刘少吉为首的 这一群城湖射属 一网打尽 那究竟是个什么细节呢 咱们呀 且听我下回分解 行 今儿咱们就聊到这儿啊 希望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咱们争取啊 经常聊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